这次介绍的《猪连玉木》是赵露丝刘于宁领衔主演的古偶剧 该剧改编自谭天英的小说《昆山玉前传》 两位主演也是既长歌行后二搭 他讲述的是女主苏木哲 一位逆风而上的珠宝女上的人生成长故事 因为她的命运跌宕起伏 曾是和普朱奴的端午 归来却是扬州宝行行首的苏木哲 这部剧由赵露丝主演及女性视角 融入现代价值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一部古装大女主剧 剧名的含义小编根据网上的资料汇总整理 解读一下吧 《猪连玉木的猪》是风云局势中女商端午巡的血猪 《猪连玉木的莲》是生如逆缕 亦为以航的端午创的秀户猪连 《猪连玉木的玉》是航手苏木哲 历经磨难锻造出的传世宝玉 《猪连玉木的木》是走商道 立坎坷 心怀家国的大女主苏木哲 以下的内容涉及剧透 故事背景发生在出唐 张靖然 唐小天饰演 也是剧中的男二 秦王府的座上宾 备受瞩目的诗人 受秦王之命南下河浦 调查崔氏贡猪亏空之事 在海上的一撇中 他意外遇到为了采猪 而勇敢冒险的娇人端武 赵露丝饰演 端武身为采猪奴 为了逃离被迫事情的命运 在珍珠大会上冒险杀了买猪的湖上 而管事八娘在生死关头选择了牺牲 临终前剖腹将猪子取出 才让端武得知自己的身世 这一夜 他不仅与生母八娘相认 更亲眼目睹了阿娘在自己眼前离世 在危急关头 张竟然挺身而出 解救了端武 但他的血珠却神秘失踪 为了寻找血珠 端武误闯了速特行商燕子精 刘于宁饰演 的商船 结果被捕成为利人 面对手段很辣 面目难辨的燕子精 他走得步步惊心 却也在狼性的鞭策下快速成长 他随着商队穿越广州 韶州 武陵 狼环 跋涉万水千山 从一个利人逐渐晋升为济世 同时 两男争一女的戏份开始上演 他与燕子精 张竟然之间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在商队中 端武从最底层的利人开始 跟随燕子精抵达广州 在他的支持和威严下 端武多次挫败了崔家嫡女崔十九 谢可银饰演的暗算 甚至成为了私部 掌握了经商和健保的技能 他还救下了天赋异禀 但受困于家族的兽马 月云秀 上星月饰演 激发了他施展设计才华的动力 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彼此信任 互不相移 打断一下小编又现丑了话一话 接着说 然而 当他们来到狼桓物时 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玉河边的狼桓物 物主玉池无意竟然谎称自己是端武的父亲 公开认女 用情感感动了众人 尽管端武最初心生动摇 但最终他决定离开玉池 意识到他的城府 然而 他却意外卷入了燕子精 与白玉城城主 玉池无意之间的杀匪案 真相的纠纷 端武看到了燕子精过去的悲惨经历 原本的同情之心 转化为深深的爱意 然而 就在端武接受燕子精的爱意之际 他并不知道 燕子精心中的复仇之火 已经熊熊燃烧 最终遭到了他的背叛 受到致命一击 遭到燕子精穿心意见 侥幸逃生的端武 借老马师徒离开大漠 心中的悲伤和绝望 促使他决定改名为苏木哲 并前往扬州 只为了隐藏身份 等待着复仇的时机 为了寻找真相 端武独自前往扬州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 现在的苏木哲 意外与张静然重逢 他们在合作中逐渐摆脱黑暗 重新振作起来 对珠宝世界有了新的领悟 在郑家聚宝斋与郑五郎郑之恒 唐震超饰演 花魁百鸟相互利用之恒 摸清了花魁 掌握珠宝圈话语圈的行业生态 洞悉了珠宝行业的格局 在一场穷花宴上 他用紫竹戴帽护甲 打破了花魁控制的时尚圈 他与月云秀共同创建了珠宝店明镜台 借珠宝马具冲破当地珠宝商限制 赢得了行会的尊重 他们创造出琉璃 色色等新品种 将彩色珠宝引入了扬州 扩大了当地的审美观念 最终苏木哲进入了珠宝行会 他发现渴望变得强大的他 却在商道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几经波折 苏木哲最终了解到 当初在大漠中的杀戮背后 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以及16年前救案的真相 然而此刻的他 心中只有魏商队讨回公道的念头 他与张静然理应外合 意识到崔正两家 才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夺得行手成为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行会中 苏木哲的反叛和坚韧生命力 吸引了郑之恒的注意 成为宝行行手的苏木哲不曾想到 节节败退的崔九失手杀人 燕子精再出翻云覆雨 在他中成为行会行手之日 却遭遇了昔日盟友郑之恒的出卖 郑之恒选择了保护家族 他不惜将他吊包崔十九 试图瞒天过海夺走他航手身份 却不想苏木哲经历了百般折磨 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靠双脚写成辩冤词 命悬一线时信得张静然相救 张静然器官帮助苏木哲逃出了大狱 逃出牢笼后 他与郑之恒展开了决战 最终在苏木哲 张静然与崔九 郑之恒当面对峙 一一亮出铁证 还原了事实真相 冲夺了行手之位 为了清除崔正两家的势力 苏木哲 张静然等人 联手将就案真相揭露于世 招示了正义 正当胡商纷纷来到扬州时 经历了千番历程的苏木哲 抓住了这一次东西方珠宝交流的机会 带领着明镜台的众人制作国礼 创作出传世国宝 见证万国来朝 引领着扬州行会再度登上珠宝艺术的高峰 尝尽人生起落悲欢 行走商道 历经坎坷的苏木哲 也忠诚一代珠宝女王 这次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